你叫什麼叫 被發現轉角圍停 輛車駕駛氣到不行 我們有這樣嗎 整變了兩具駕駛摸摸鼻子 火速把車開走 但戰爭才正要開始 你如果說我們兩個站很久 那就說我們不對 吃個東西 買個東西出來 我剛剛那邊過來 已經二十三中了 這位女士再開戰局 但話題已經打歪樓 從圍題變成騷擾 我現在問你 你一直湊著我 然後一直在摸他 我的胸膝在幹嘛 你不要誤會 我有鑑識器 我也有鑑識器 我有叫人家在路啊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 而被指控性騷擾 歧視全程錄影 說要叫警察 女士也不甘示弱 緊咬 騷擾話題不放 你講話有施下那麼近嗎 我們有吵嗎 爭執發生的地點 就在台中東區石甲路 跟東英路口 這裡危機的狀況 確實嚴重 警方也有取締 但抓不勝抓 當然是我們店員家一客人 可是他們已經吃飽要走了 被負貧刷成這樣子 那一下業績 一下掉了六七成 是很嚴重的話 我們會跟客人講一下 請他稍微注意一下 誰也沒想到 檢舉維婷 會衍生出性騷擾的口角 網友一度誤以為 女子是店家的老闆娘 不明就禮 就開始瘋狂洗副品 也讓店家相當困擾 今天我們在警察台中 采訪報導 海華XO干貝架 吃一罐很厲害 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架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 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好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